当地时间12月8号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利亚德 会见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 习近平指出 中巴友好深入人心 半个多世纪以来 双方始终相互信任彼此支持 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 中方都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 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 始终同巴勒斯坦人民站在一起 国际社会应该把巴勒斯坦问题 置于国际议程优先位置 坚持两国方案方向和土地换和平原则 在联合国有关决议和阿拉伯和平倡议基础上 推动重启和谈 中方将继续为推动巴勒斯坦问题 早日得到公正持久解决 不懈努力 习近平强调 明年是中巴建交35周年 双方要规划好庆祝活动 中巴签署了旅游合作文件 积极推进中巴自由贸易区谈判 成功召开了第二届中巴经贸联委会会议 中方已经向巴勒斯坦难民提供大量疫苗等抗疫物资援助 将继续为巴方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中方赞赏巴方 积极参与和推动中阿集体合作 愿同巴方就推进中阿关系 落实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 加强沟通合作 阿巴斯表示 巴勒斯坦人民对同中国人民的友好关系 深感自豪 中国是巴勒斯坦真诚和可信赖的朋友 始终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事业 在政治 经济 道义等各方面 均给予巴方全面无条件支持 全体巴勒斯坦人民都对中国人民怀有诚挚感情 中方在国际场合秉持的立场正义公道 提出的倡议主张积极且负建设性 巴方坚定同中国站在一起 巴方将继续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坚定支持中方在涉台 涉港 涉疆等问题上的正当立场 坚定支持并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 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各领域合作 巴方期待同中方一道 推动明天举行的首届阿中峰会取得成功